大家好,我是冰哥 马上就要过年了 过年的仓桌上怎么能少得了这一道菜 辣香肠 今天我来教大家做一道辣香肠的制作方法 这样做出来鲜香美味而且不会散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先将买来的肠衣放入碗中 碗里面加入温水提前将它泡好 再碗里面加入一点料酒 放这一盘浸泡十分钟左右 接下来我们来准备一块猪肉 这里大概有两到三斤左右 喜欢吃的可以多做一点 我喜欢的是前颊肉 这个部位的肉比较鲜嫩 非常的适合做香肠 而且肥瘦正合适 两分肥八分瘦 还有做香肠的肉不要清洗 清洗过的猪肉做出来的香肠很容易坏 我们先把肥肉给剔下来 再把猪皮也要去掉不要 猪皮比较硬 逛出来的香肠会比较硬 还有把瘦肉里面的筋膜给去掉不要 先把瘦肉切成小长条 灌虾肠的猪肉不要切得太大 然后再把瘦肉切成薄片 尽口能的切薄一点 刀工不好的或是不想切的 可以让卖猪肉的老板用机器给切一下 切好之后将瘦肉装入一个大碗里面 再将肥肉也切成长条 同样也切成薄片 切好以后和瘦肉装在一起 下面我们来腌制猪肉 先往里面加入一点高度白酒 再加入一勺食盐 大概20克左右 一勺白糖 喜欢吃甜一点的可以多加入一点 再加入一勺辣椒面 再加入一勺花椒粉 再加入一点食杀香 然后再将它抓拌均匀 其他生抽老抽 蚝油之类的东西就不要犯了 尽可能的多抓拌一会儿 抓拌均匀以后 放一盘腌制十分钟左右 腌制好后 下面我们准备一个模具 把肉片先塞到这个模具里面 尽量塞紧实一点 那样灌出来的香肠会比较紧实 不容易散掉 装盲以后扣上后盖 在模具的出口处 套上长衣 把长衣全部套上去 然后用棉线把一头绑紧 接下来在模具的后面 不停地拧 把香肠给挤压出来 一根香肠就这样轻轻松松地 做好了 这样自己灌的香肠 干净 卫生 没有任何添加 刮盲以后 再用棉线把一头给绑紧 然后在中间的位置 也绑上几根棉线 把香肠绑至长短一致的小段 一根长衣 大概能做五根左右的香肠 现在我们的香肠就灌好了 我们把灌好的香肠 可以放到阳台上去晾晒 或者放上火炉里面去熏干 都可以 这是我用烟火熏制好的香肠 大概熏了三天左右 然后我们用剪刀把香肠全部剪断 如果现在不吃的话 就不需要剪 挂在阳台上面 留几个月也不会坏 接下来 我们把香肠放到菜板上 将香肠切成薄片 切好以后 将香肠装入小碗里面 把切好的香肠放入中锅里面 扣上盖子 开中小火蒸十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 好了 时间到 打开盖子 把香肠给当出来 就可以开吃了 就这样 我们的灌香肠 就成功的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就收散起来 自己在家试试做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